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從以前那個經典賽不就輸韓國嗎 然後我就記得那個什麼展員還哭啊 然後我們就覺得 反正就很討厭韓國啦 韓國那麼髒 我覺得心情很興奮 我本來想看實況 可是一直點不進去 可能是塞爆了 因為之前不是常常 就是兩方有蠻激烈的戰爭 很爽 因為很久沒有 算蠻久沒有這樣玩瘋 想已經很久了 是沒有到哭啦 但是看到很多網路上的 大家都說了就很開心 張毅吧 張毅真的很厲害 有一個拆頭寫得很好 就是韓國明星隊被一個 訓練十七個月偷手打趴 陳鴻文也復仇啊 之前二十小時輸兩敗 這是完全零十分 很棒 有有有 送回本 送大家回本蕾那一次 沒有什麼失誤 所以 可以把比分拉開來 很不容易 有一球就是打到中外野 中外打中外野 然後跟韓國隊的選手 撞在一起 張毅吧 先把他投手 其實 因為我也知道 他才剛轉投手 然後就馬上投出這樣 其實一開始在以前 會覺得他才剛練 這樣真的構成韓國打線嘛 然後結果真的出乎意料 非常厲害 搞不好 搞不好會想衝東京喔 贏韓國了 肯定是會進奧運的嘛 因為我也沒辦法去現場看 可是就一定會 我們絕對會死命的 上課拿手機出來看 看有沒有機會去看囉 到現場去看 我也好 我就找朋友 一起當著很狂熱的一日球員 我心與中華隊同在 會 打進奧運我真的會看 我還蠻期待 就是2020的那個奧運 一定有希望 一定有希望 一定有